最近天氣真的冷了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平時會不會說身體很乾燥 因為其實我平時都沒有什麼的 但是夏天我的腳都會繼續用防曬倒數的身體乳液 冬天就用普通潤的身體乳液 但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不夠 那我就用了一件我很久沒用的產品 是我小時候常用的產品 那就是BB油 其實BB油平時經常接觸到按腳的時候 但有時候也不太喜歡它那種感覺 因為按完之後抹完也是不喜歡的 但是我小時候是怎樣用呢 就是洗完澡整身都濕淡淡的時候 然後就倒了BB油要塗完整身都是 那你到時就會看到它有些水珠一樣流流流 因為它的水混合油其實是混不均勻的 那它就會流流流流流 但是當BB油塗完之後 你可以用毛巾引乾它 那你的皮膚就即時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很油 但是同時皮膚也是會覺得好像柔軟了 就是那個瑣碎度也會提升了 那這個方法可以試一下 其實BB油後面也是這樣教的 但是我最近這半個月一直用 我覺得皮膚是有改善到的 特別是腳 說完BB油了 那BB油當然要塗身 因為它的份子大一點嘛 那你如果擦上面或者頸以上的地方 其實都是會堵塞毛孔的 但是我也是想分享一支油 就是用來塗面的 但是我相信在看的你呢 都是十分抗拒油 因為很怕塞毛孔 然後就生暗瘡 那女人就是最怕這件事 又想皮膚滋潤 但是又不想去生暗瘡 玫瑰油呢就是很幫到我們了 因為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平日的照片 或者之前的一些片 我眼睛呢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和茶下面 其實我是很多乾紋的 因為早半年呢 實在 這時間呢 根本都不夠睡 然後之後就很懶做 就是很懶做保養 而且很夜睡 所以皮膚其實是乾了很多 然後最近就好一點 因為都真的要整天保養好 因為我也是心想喝水之前呢 是 就是 是最美好的 喝水之後就 開始慢慢的 就是很多東西都會壞的了 玫瑰果油呢 我就用過它 用來按個眼睛 就是我是這樣打圈按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加滴 你自己平時用的眼霜 那就在這裡按 那按完之後呢 它是會馬上看到 你這裡呢 那個乾紋呢 是會淡了很多的 起碼我笑的時候呢 你不會看到這裡有幾條紋 因為它滋潤度高 那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呢 就是 拍一些玫瑰水在這個位置 然後 再用玫瑰果油 那就可以鎖水之餘 亦都可以滋潤住 保養住 這裡的滋潤度啦 假如如果你是斗斗機的話呢 其實呢 剛才的玫瑰果油呢 就不適合你了 因為其實 如果你的臉本身已經 真的很多暗瘡了 會不斷飆油啊 的話呢 你再打多一層油上去 那只會惡化的而已 那唯有呢 就向著另一個方向去保濕啦 就是 補水啦 那但是呢 其實市面上 有很多保濕的精華之 或者保濕的面霜呢 其實它裡面的 油份呢 都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 嗯 因為有油才會滋潤的嘛 那 就可能呢 你要選一些比較清爽一點的 那說到呢 又便宜啦 又清爽 而不黏的呢 就一定要說 Gallion的 就是東西啦 因為其實Gallion的東西 我覺得 又便宜 而且它的 質素都OK的 那 這個Aqua Define 就是綠色的 是 冰河全保濕精華啦 那 其實之前 我也有用過Aqua Define的東西的 那 就用過它 粉紅色的那種系列啦 那它那種就是 給 脆弱一點的皮膚的 那但是呢 其實綠色呢 就是它們的王牌來的 因為 綠色 其實它是比較清爽一點啦 那 如果你說不喜歡皮膚 比較潤一點 那當然又適合你啦 那 那但是其實粉紅色的那一隻 Aqua Define 呢 它除了是給這些 敏感性皮膚的人用之外呢 其實它那個 黏黏黏的程度 是都不高的 那 只不過是給這個 滋潤一點點而已 那 但是這個Aqua Define呢 為什麼我覺得它 那麼適合一些 抖抖肌的朋友 或者是 就算是我 是偏乾 或者是 我也有點敏感 也有敏感的情況發生的 因為我皮膚很薄的 那 那 如果你是抖抖肌的話呢 這個 保濕的精華呢 其實你晚上用來敷著 睡覺的 摄影膜 就已經很好了 那 但是如果你之後用化妝呢 當然 就可以用它現在這隻新出的 精華水啦 它是很像 Toner 但是 就會比起Toner 會再稠一點點 好像之前 我講的那隻粉紅色的Toner 那 就 用完它之後呢 再用Aqua Define 再加一個 保濕 或者一個 紅油的Base 再上粉底 呢 效果呢 就已經會很甜蜜了 那 但是呢 如果你說好像我這樣的 有乾 會敏感的話呢 其實呢 也可以加回 一滴 像剛才說的玫瑰果油 在這個Aqua Define 那裡 混合它 那不會有什麼的 都是好像它綠色那樣的 那混合了之後呢 就均勻塗上面 效果呢 也是很好的 那之後再 就是做一些Base 再塗粉底 都是很貼面的 今天呢 都分享了幾樣 也算是便宜的 中價的 一些 油和一些 保濕的產品給你們 那希望呢 在這個 剛剛轉任 真的 冬天的時候呢 會幫到你們 那 就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